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亲自出马 激发民众对奥巴马医保的信心 他说在奥巴马医保的医疗保险市场上 民众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保险 质量高而且价格合理 保险市场是奥巴马医保的一个重要概念 民众可以上网去市场中寻找最适合他们的计划 奥巴马总统说 医保改革在过去没有竞争的领域 建立了竞争 保险公司要积极拉生意 所以他们设计出更多新的保险计划 让民众来选择 但是这个网站10月1号开通以来 问题不断 包括无法登录 等候时间太长 信息错误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公关危机 也显示了奥巴马医保之争会继续下去 维基尼亚州司法部长 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库奇纳里说 奥巴马医保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最大 最糟糕的政府扩大行动之一 我相信奥巴马医保违反了宪法 我相信奥巴马医保损害了我们的开国先贤们 经过奋斗而建立的自由 据报道 这个医保网站的花费高达5亿美元 因此网站出现的问题也引起民众质疑 政府在招标过程中是否有失误 美国国会星期四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 一些参与了网站设计的公司主管出席作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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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